大家好,今天我们讲金房颗粒 金房颗粒也是用于分寒感冒加湿的这种情况 它和之前我们学过的九味枪火玩有点相似 好,我们具体看一下金房颗粒 金房颗粒可以发汗结表,散风出湿 主要用于分寒感冒,头痛生痛 物寒,无汗,鼻塞流涕,咳嗽 这些都是分寒感冒的一些典型症状 具体我们就不再多说了 大家也不清楚的可以看我之前的视频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金房颗粒它的组成 组成有金介,防蜂,枪火,毒火,柴虎,浅虎,浅虎,菊梗,指壳 福林,肝草,其中金介防蜂为军药 这俩药可以新温解表 去蜂,散寒 因为分寒是主要矛盾 所以这俩药是军药 又用枪火,毒火,去蜂出是止痛 枪火我们知道它是解除上半身的疼痛 毒火是解除下半身的疼痛 所以两个结合起来是解除一生的疼痛 它们又可以协助金介防蜂 增强解表散行的功力 窗胸活血行气 可以去血中之风而胸臂止痛 柴虎解肌表之预热 可以解磅表磅里之邪 这里又用浅虎溅气化糖 散风清热 菊梗和止壳 这俩药是个药队 它俩一生一剑 可以宣肺化糖开胸立气 芙苓肝荡荡而平 可以健脾立湿 最后肝草调和猪药 猪药可用 可以起到去风散行 解表厨师的功效 服用方法 一次15克 一天三次 使用注意 由表虚自汗 阴虚倒汗 以及虚传者 要慎用 具体言言的话 大家自己领会 我不再多说了 需要说明的是 金方克力呢 它是发汗截表 上风除湿的这么一个方子 可以用于风寒感冒加湿者 也可以用于有立即 创业初期者 带有风行表实症者 比如说立即带有风行表实症者 表现有 患者有物行发热 大便次数增多 而且呈稀薄粘液状 小肚子疼痛 而且有下坠感 略有口渴 患者蛇至大红 脉象浮颈 这个是实际上一个表证 另外创业初期 加有风行失症的这种情况 主要表现有 局部疼痛 并且物行发热 头痛 声控 蛇至大红 舌台白腻 脉浮颈 这些表现呢 都是 这个有 感受了风行失血的这种情况 好 那 新房克林呢 就分享到这里 感谢大家 观看 大家如果有想要 重要电子视频的 请在这个评论区留言 另外请大家 点赞 收藏 评论 再次感谢大家 好 下期有忙 再见